一模的实验性来只有13家厂商64个展位 结果到去年来的时候就已经增长到64家200个展位 那到了今年呢更不得了啊 我们实在大家太热烈了 已经到了73家也超过了200个变成200多个展位 所以他一年一年呢 第一个大家踊跃的程度啊 跟重视这个博览会的程度呢就有了不同 那为什么厂商这么重视 那表示业绩很好嘛 那去年为例呢 因为去年是一个我们第一次第二届来参加 了解了整个文博会 他是怎么样来安排跟部署以后 去年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很精致的台北馆 结果去年我们就有了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台湾啊有很流行的啊 就可以说是我们台湾所有人票选第一名的呢 是我们叫做布袋系 那我们布袋系有一种剧种呢 是金光系啊 就是霹雳布袋系呢 作为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招牌啊 结果他去年到北京文博会 我们本来以为说霹雳布袋系只在台湾流行 不得了 结果就发现说全中国大陆各省市的霹雳米啊 全部都打扮成像那个霹雳布袋系 那个玩偶的样子 有的是素环珍有的是史研文就通通都冲到这个文博会的现场 把我们整个那个台北馆呢挤到水泄不通 所以所有的人才惊讶发现说 哦原来中国大陆霹雳布袋系的戏迷这么多啊 那也当然也让他们相关的衍生性商品就卖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在今年呢 我们就知道说像这种有待跟表演有关的一些活动呢 更可以提升我们台北馆的这种大家的号召力跟知名度 所以今年呢 我们台北故宫啊 他去年也来参加 那今年呃大概受到去年霹雳布袋系成功的刺激吧 今年他带了一个创意秀过来 我们台北故宫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要亲自去看 因为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我们觉得北京文博会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能够让台北很优良优秀的这个文创产品呢 迈入国际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跟桥梁 对可以说这是一个窗口是不是 让大家通过这个窗口来了解台湾 其实我们知道从2007年 您进入台北市政府担任了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呢 就对台北的文化创意产业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有很多的点子想实施哈 但是我们觉得似乎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一提起文化创意产业这个词汇啊 多多少少好像离他们还是有点远 有点陌生 那么您认为台北市未来的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和什么样的作用 现在我们在台北啊 我们一方面讲文化创意产业 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美学的一种产业 就是一种生活形态 譬如说你到一家餐厅 你就会看到说 它呢是设计非常精巧的筷子 以及呢 非常具有美感